日本计划在今年夏季把用来冷却福岛核电厂反应堆的一百多万吨污水排入大海 韩国商家担心海银和海鲜会因此受到污染 于是大量囤积这两样物品 商家也表示最近几天人们都在找海银 销售额也因此增长了四到五成 海鲜价格同样上涨了 日本计划在夏天释放福岛核电站废水的消息传出后 韩国市场一片混乱 顾客天天都来找海银或海鲜 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受污染的废水排入海中 将会污染海洋 现在必须囤积海银海鲜防止缺货 海银商家的生意额瞬间暴涨了四五成 潘9 roller 潘9 roller 上野生意领五 Ho 潘9 roller 仍аль1 这样 时候 50%以上是 现在已经出现了 首先 客户们在买购物 所以来到 其他公司的购物 也帮他们去买购物 所以客户们 可以买购物 所以他们在买购物 但是我仍然在买购物 我仍然在买购物 所以现在来到 舍尔市民担心 福岛释放废水 不仅危害健康 也提高海盐海鲜价格 让家庭主妇花费更大 韩有一名75岁的市民坦年 自己吃盐不多 不需要囤积食盐 只是他希望韩国政府 能够监督日本政府的 河电站污水排放动作 不能致周边国家 于危险之中 日本计划从被摧毁的福岛核电站 释放超过100万吨的核污染废水 引起了邻国韩国的强烈不满 上个月的一项调查显示 超过85%的韩国公民反对日本这么做 其中七成的人表示 如果日本释放污水 他们将会减少海鲜消费